本期视频由理由原创制作 云南一个神圣而美丽的地方 拥有着丽江 香格里拉 尔海 大理古镇等数不胜数的旅游景点 这里的人温文儒雅 这里的山郁郁葱葱 这里的水清澈无比 这里的每一道景点都在洗礼着我们的灵魂 云南无数人向往的旅游圣地 然而为何曾经游客无数的云南 最近突然变安静了呢 让我们的内心突然感到惧怕 曾经的云南我们可以悠闲地逛着丽江古镇 感受着当地人情风俗的点点滴滴 看看丽江流淌着的清澈河水 吸吸我们沾满尘世的心灵 在尔海畔我们可以来一个浪漫的骑行 看看无比纯净的蓝天白云 沐浴阳光 吹吹海风又是多么的惬意 再像格里拉观赏着无数的鲜花 穿梭在无尽的花田中 呼吸着这些鲜花散发出的芳香 让我们心旷深意 相信在云南还有我们这些游客 都没有完成的梦想 还没有看到玉龙山的洁白雪花 还没有好好欣赏青龙山的迷人的日出等等 总之在云南没有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最近我们的云南却变得无比安静 很多人都直播了自己对云南的美好愿望 就因为现在的云南被爆出了一系列的负面新闻 一次又一次的伤了游客的心 丽江导游强制游客消费并辱骂游客 不买东西比卖银可耻 这一事件爆出后 很多游客感到无比气愤 虽然丽江市旅游局对整个丽江市的旅游市场 实行长期的全面整治 但后来又出了美女游客在丽江遭遇暴打 而导致毁容的事件 这让游客又感到云南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地方 后来尔海污染环境问题 又遮盖了人们内客 致爱尔海的心 还有很多负面新闻 让很多游客不禁对云南有所失望 最后也只有把对云南美的幻想隐藏在心中 生怕再一次踏进那块土地 让我们对云南的美好感情荡然无存 云南确实是一个美轮美奂的地方 我们也会坚信 在云南人们的努力下 那片圣洁的土地会照样恢复活力 让我们大家足以见证云南的每一道风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